信用卡、悠遊卡或是電子數只有8% 這表示什麼呢?台灣的數位基礎建設怎麼這麼差? 我們不是號稱ICT大國嗎? ICT強國,還有什麼護國神戰? 竟然整個國家的數位基礎建設怎麼差? 當時我想說危機就是轉機 所以我就跟那個,我當時鎖定兩個族群 一個是老人,一個是高中陣 我說這樣好了,本來是你出一千塊他給你三千塊 我說倒過來,你刷三千我給你三千,就再一千 如果你使用悠遊卡加值或使用悠遊戶加值 所以我們台北市的老人有40%的選用那個老人卡去加值 我是奇怪我們老人變成台北市數位改革的先鋒 在全世界也是奇蹟耶 但是高中生只有25% 我當時不太高興,我說什麼高中生啊? 我說老人都40%了,高中生有25% 我會去看那個每個學校的排行榜 就跟我們想像中那個學校排行榜一模一樣 我們要還是承認 社群地位還是會影響它儀化的程度 我會想說既然北宜女是這種儀化最高的學校 革命學校樣板 我就去北宜女,我說這樣好了 北宜女從現在開始,整個學校無限進交易 整個學校這個異化 你只要你講得出的 你半年會可以提出理由 提出你需要的項目 我一個Program Team 幫你全部去設定 因為既然校園工學隆路都做好了 就很有趣 你知道 他第一個提出的需求是 我說你們有什麼需要 他提出的第一個需求是 校園點餐系統 因為他北宜女的學生 每次第四節下課12點 他去福利社買那個麵 他先要花30分鐘,要排隊 領到要繳錢 那現在不用 現在網路你知道 他11點第三節下課他就上網 先點他要買什麼 然後把他線上支付也按下去 他就給他一個號碼 一個QR Code 到時候去他就把那個日子拿走 要煮好在那裡整個 不過這當然要大家誠實 你不能沒有交錢就去看哪一個人 就把他拿走